我跟小雞團隊在這邊 向社會家說 只這樣會亂奮的歉意 對不起 小雞跟阿茂兩個人 的人身安全都是平安 自從柬埔寨事件後 這通駕信也是我們唯一 收到小雞的訊息 艾婆這段期間真的是飽受煎熬 她承受的心理壓力 真的包括她的健康也出了難度的狀況 小雞跟阿茂兩個人的人身安全 目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 兩個人都是平安 小雞剛到柬埔寨的前幾天 鼻鬥眼又犯了又發燒 幸好有遇到同鄉的大哥 給了消炎藥 進去的第八天也是她第一次流淚 阿茂雖然跟小雞不同房 但是她的人員幾家已經跟室友打成一片 這些是前些日子小雞寄回來的家信 其實不難線上所有的隔絕 自從柬埔寨事件後 這通駕信也是我們團隊 阿茂小雞團隊 包括艾婆鬧麻 我們唯一收到小雞的訊息 其實事發到現在 阿茂小雞團隊 我們從來都還沒有任何一次的機會 能夠跟小雞以及阿茂他們見面 我相信小雞阿茂他們兩個人一定非常非常的後悔 也相信他們會很認真的反省跟檢討 阿茂小雞團隊在這邊 連向社會大眾直上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我們事先真的不知情 包括我 包括艾婆 哥姐你相信嗎 如果我事先知情的話 那我不可能在第一時間開直播 哭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接下來阿茂小雞這個平台 會由我本人來繼續承接 我會努力把它經營下去 一直到小雞回來的那一天 因為阿茂小雞這個平台 是小雞的家 我不能讓他之後找不到家 而我們也將持續貫測小雞他的信念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 未來我們在公司的盈利方面 將會每個月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額 來幫助我們台灣的弱勢團體 這也是小雞一直以來 都有在做的事情 我們也會持續在做 艾婆這段期間真的是飽受煎熬 他承受的心理壓力 真的包括他的健康 也出了很多的狀況 艾婆本來今天叫我 如果可以的話不要拿出來 但是我怕還是有人 會誤解 這是今天早上10點多的時候 艾婆真的身體受不了 她去醫院掛了急診 所以今天艾婆真的 她的健康狀況沒有辦法 跟我一起在這檔直播 跟所有兩位都 schon做出 我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